雖然說這件事情沒有直接造成比特幣幣價的上漲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最被低估的好消息 哈囉大家好我是曉哥 歡迎收看本週的帝圈週報 帝圈週報是固定每週一晚上七點上線 為大家整理一週加密貨幣市場焦點的系列影片 帝圈週報一共有三個單元 上週焦點、關鍵圖表與本週前瞻 特別為您帶來一週帝圈的焦點新聞 關鍵的鏈上與數據分析 以及未來一週我們最關注的消息和幣種 那我們最後不多說 先趕快來關注一下上個禮拜最大的帝圈新聞 比特幣為什麼寫流程庫 比特幣短線跌破2.6萬美元 24小時爆倉超過10億美元 這個上禮拜五早上起來 大家看市場一定會發現說 欸怎麼才睡一覺 自己就完全不一樣 在台北時間早上5點30左右 比特幣突然在5分鐘之內暴跌8%以上 一度跌破25400美元 後來是有佔回26000美元 但是在我錄製的時候 它又跌破了26000美元 這麼突然的暴跌 所有人就開始在市場上找原因 總結了一下網路上的各方資訊 我覺得可能最大的有四個原因 第一個是市場的一個恐慌情緒 SpaceX 特斯拉執行長Elon Musk的另一間太空探索公司 他們表示他們賣出了價值3.7億美元的比特幣 這個是華爾街日報在當時 比特幣暴跌前夕的時候爆出來的新聞 所以被很多人認為說是這一波下殺最重要的導火錯 那因為SpaceX也是Elon Musk的公司 那我們都知道Elon Musk 雖然他名義上不是一個幣圈人 但是他對幣圈的影響力可能就僅次於B神 或者是CZ或者是總本充等人的等級 所以他賣出比特幣對幣圈來說 當然也是一個災難式的消息 只不過其實也有很多人說 因為這個賣出的消息並不是在當下就賣的 他供不出來的賣出數據是在2021到2022年之間 並不是在這個禮拜發生 所以很多人認為說 這個頂多作為一個導火錯 並不是一個直接導致地圈從沒什麼消息 到非常恐慌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第二個很大的大家認為的原因是中國房市的問題 中國房市190億美元的炸彈燒全球 恆大地產在紐約申請了破產保護 第一波美元代帳有上砍200億美元 這個這陣子有關心全球經濟的人一定有注意到 就是中國現在的房地產市場是非常非常緊張 恆大的問題其實蠻久以前就有爆出來了 前兩個禮拜還爆出了另一家比他規模大四倍之多的叫做 幣歸遠的房產公司 一旦他宣布違約 後續的建安爛尾樓所涉及的範圍可能會更勝於恆大 危機擴散可能會到整個中國房地產 那雖然這不是幣圈的資產 它也不是幣圈的公司 但這個就是全球景氣等級的一個大的衛爆彈 我想這件事情光是存在 其實就讓幣圈人隨時在屏息一帶說 他有沒有可能帶著整個全球的經濟嚇殺 那導致讓比特幣這樣的風險市場 也會有一波下灘 所以早就已經是非常緊張的狀態了 第三個也是非常多人講的 就是SEC在這兩天宣布了 他會讓比特幣現貨ETF如果通過 也要等到2024年 這個就讓很多人原本認為說 這兩個禮拜 SEC就有可能批准被來得的比特幣現貨ETF的人 發現說利豪的消息完全是消散 他們就認為說利豪沒了那就賣吧 這一個概念 然後比特幣就瞎傻了 那第四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上個禮拜我們有講說 大戶非常重要的一個買點是在29000美元 一旦幣價脫離了這個複製的區間 那它要嘛就是大幅的上漲 要嘛就是大幅的下跌 那剩下的就是大家對消息裡面 無論是上漲或者是下跌 那都會是放出很大的量 那就像這邊你老師講的 那篇報導出SpaceX賣出比特幣的華爾街日報 他可能自己也沒有想到 一共就49個單詞公佈了這件事情 就造成了加密貨幣市場 自FTX破產以來最大幅度的市場下跌 那這次的下殺 當然對市場也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 現在很多人對市場的評估 跟後市預期也都在重新的建構 相關的分析跟我個人的看法 那我們等到後面兩個單元再詳細跟大家分享 下一個我們看到East台北 Vitalik出席以太方台北開發者聚會 暢談帳戶抽象還有他最愛無糖綠茶 Vitalik Vitarium 以太方創辦人V神本人 在這個禮拜來到台北 那以太方台北開發者聚會 在8月北科大騎士會議中心舉行 Vitalik Vitarium本人 他們的基金會執行董事 阿雅街道場與社群交流 那他主要談論的主題 包括上禮拜提到的AA錢包、帳戶抽象 談到了Uniswap X的Intent Transit概念 那他也補充他對這個預期的方向 跟很多瘋狂的人不一樣 他為了不是瘋狂的DeFi收益率 那此外他也談到了Layer 2 他說去中心化現在只是次要的議題 那他也認為目前Layer 2要花更多的時間 花在驗證技術上 而去中心化則是要排列齊後 那就像iMtoken的首席科學家陳廠無也表示 許多人對Layer 2中心化與安全與否的概念有所誤會 事實上安全性還是在Layer 1有很大的保障到 那此外Vitalik也表示他非常愛喝無常綠茶 不曉得有沒有跟他口味相同的朋友 可以留言打個call 那除了East Taipei以外呢 Vitalik也出席了這場叫Pluralty Taipei 這個應該是V神在台灣現成的第一場活動 然後非常幸運的是我當天也有過去 就是我當時也懵了 我有聽到消息說這場活動很值得一去 但是我沒有想到是有這兩位重量級的大神 台灣的唐鳳跟Vitalik都有到場的 這麼值得 所以當時看到Vitalik也覺得說 哇有一個白人坐在台下聽人家講 然後後來他就上台講了 非常精彩的活動 主辦這場活動的是一個叫 DAOZERO跟G0V的組織 有興趣了解Vitalik在會談上面講了些什麼的 他們的粉專應該之後都會做影片跟中文翻譯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再來我們看到川普 曾轟加密貨幣是災難的化身 川普報持有至多50萬美元的以太幣 前兩個禮拜有一個新聞是 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小甘乃迪 他還被爆出說他是持有比特幣的 雖然說他之前在表演上曾經有表示說 他並不支持加密貨幣 川普更是啦 川普之前對加密貨幣態度是什麼 他說比特幣像個騙局 加密貨幣約結到美元 所以他絕對是不可能支持這種東西 結果呢現在卻發現 他也口間提振子 不但是之前他發行NFT 就被所有比特幣發言說 你看你也在以太坊上發NFT 結果發現他自己也持有多大50萬美元的以太幣 所以投資圈才有一句話 你不要聽他們說什麼 你要看他們做什麼 他們嘴巴上不支持加密貨幣 但實際上 鏈上的東西爆出來 他們對加密貨幣的態度其實是如何 其實再清楚不過了 下面我們看到 OpenSea 將停止強制版稅 而YouGalaf 喊下架無聊員 其下NFT 將不支持SeaPort 那NFT最大的去通通話交易所 OpenSea 在上個禮拜宣布 他們將在八月底 停用強制版稅執行工具 並且在2024三月 全面轉向可選版稅機制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今天用戶在OpenSea上面 買NFT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不付版稅 給原本NFT發行的項目房 那此舉當然就引來了 最大的NFT龍頭無聊員的母公司 YouGalaf 的帶頭抵制 該公司宣布 將會逐步停止支持 OpenSea 的SeaPort協議 適用於所有可升級合約 和任何新系列 那這個背後期也很好想像 因為OpenSea 作為NFT交易市場的龍頭 一陣子之後 後面越來越多強大的競爭者 X2、Y2、Blur等等 它的市場分額在慢慢被瓜分的同時 他也必須要想一點辦法 把市場搶回來 他想到了一招就是說 之後你如果在我這邊交易 你可以不用付那個版稅給原本的項目方 這代表說你在OpenSea上買的NFT 可能會比其他平台更加便宜 那當然這個得利方是平台跟用戶 但項目方的那個版稅收不到 他們當然就不同意了 尤其是無聊員背後的公司 YugaLabs就跳出來抵制 這個推特用戶Wattel 就撥了一篇貼文 發表了一下看法 他說NFT交易所 可能會迎來新人的大棋牌 誰會交到最後 從他對這張Dune的圖來看 你可以看到說 藍色是OpenSea的市場分額 確實是在慢慢減少 其中一個最大的競爭者 就是代表這個黃色的Blur 他說講道理 雖然我們老是詬病 OpenSea的種種弊病 網路卡頓、客服效率低下等等 即使最受玩家好評的Blur 交易者數量也沒有超越過OpenSea OpenSea依然是產業龍頭 罵歸罵大家還是要使用的 只不過呢 這個局面很有可能要被打破了 尤其是當NFT項目方們 開始考慮切割與OpenSea的默認合作 因為NFT項目方的抵制 其實就代表從源頭上切斷客服來源 這跟來自其他交易所的壓力 完全不是同一個量級的 嚴重的話 如果OpenSea不做出改變 很有可能會面臨到 無貨可賣尷尬的情況 那這邊聽完下面的這個留言 我覺得很有道理 他表示這個有點像 頂級網紅跟平台之爭 頂流總覺得是自己養活的平台 他這邊描述的當然就是 無聊員 無聊員覺得是自己養活的OpenSea 各種跳槽的威脅 絕大不論的情況 跳槽後 原平台還是好好的 結果頂流卻量了 更何況他現在流量也不行了 無聊員現在流量 相對已經沒有以前好很多了 所以相對於擔心OP 他更擔心Yuga Labs 也就是包括他旗下的 無聊員啦 Mi Beats啦 還有他之前收購的 CrystalCon Punks 反而可能會是更危險啦 但是呢 也有另一位 群友表達了不贊同的觀點 他說NFT之所以是NFT 正是因為他不會被平台壟斷 在Web3世界裡面主流平台或許會有優勢 但是不會再有絕對的話語權 兩個完全相反的觀點 但其實聽起來都蠻有道理的 不曉得大家怎麼看 可以在其他留言區跟我分享一下 在Yuga Labs跟OpenSea 分手之後 到底是誰能夠笑到最後 下一個我們看到 2023年台北的區塊鏈州 台北Blockchain Week 即將要再度舉辦啦 12月台灣最大的峰會 總共會超過50場的活動潮 這個在12月份的活動 現在新聞稿已經出來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關注一下 12月很多人認為說應該是 下一根底我是要來的時候了吧 好 緊接著我們直接來看到我們的關鍵數據 那這禮拜的數據呢 我們主要還是關注一下 禮拜五暴跌的相關事情 第二圖我們看到比特幣合約報倉圖表 這個黃色的線是比特幣的價格 那綠色跟紅色呢 則是在每一天裡面有多少的比特幣合約的仓位報倉 你可以看到在8月17號8點這一根 就是8月17號到8月18號早上8點 就是禮拜五報倉的那一大根 總計多單跟空單報了超過5億美元 然後你可以看到其實從5月份到現在 這每一根綠色紅色加起來都沒有當天的多 這說明什麼 這說明當天很大部分的下跌 是因為合約報倉的關係 就是合約報倉的概念是 原本的幣價可能是跌個2% 但是跌2%觸發到某一個人的合約的清算 他就必須要類似回補償位的概念 他就會得到空軍更多燃料 他就會往下殺得更嚴重 那他往下殺之後又有人報倉 幣價又會再往下殺 所以就造成了明明消息裡面不是那麼嚴重的新聞 卻導致著幣價能夠在5分鐘 暴跌8%到10%左右的嚴重問題 那第二個圖我們看到比特幣持倉加權的資金費率 那資金費率也是加密貨幣市場 一個非常重要且特別的一個數據 它其實就是代表著說 現在做多的人多還是做空的人多 如果現在做多的人更多的話 你每8個小時就要支付一小筆的費用 給做空的人彌補 那那個費用就成為資金費率 你可以從這張圖看到 從今年2月到現在 其實整個縱觀比特幣歷史 幾乎都是做多的人更多 所以上排的綠色通常都是比較多的 所以通常資金費率都是正的 只有在非常恐慌的時候 做空的人會比做多的人多 比方說今年的3月份 有一大堆做空的力量 以及上禮拜五 爆出的這一根做空力量非常大 那如果你拿去跟3月份比較的話 當3月份這一波資金費率大幅的反轉到向下之後 其實就開啟了下一波小牛市 3月份你可以看黃色的是幣價 跌下來之後原本到2萬1 在緊接著兩個月就漲到3萬 那在8月份這邊也是 如果現在這個紅色的下跌會持續的話 有可能我們就正在足底了 只不過隔天的資金費率其實就立刻翻綠 這個就跟3月份的情況不同 所以也不能夠同一而論 因為似乎市場的恐慌情緒 還有機會再更嚴重下去 那第三個圖我想要分享一個 我覺得網路上看到的一個錯誤的理解 這個是加密分析公司的TICE內容總監 表達這次下跌可能的原因 他說因為現在在傳統金融 大部分的人是看空比特幣市場 他說有三分之二的頭寸 就是部位是空頭 黃色的Shorts 只有三分之一是藍色的多頭 所以說這一波可能是傳統金融砸下來的 那我覺得這個想法就很有問題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從2019年到現在 幾乎都是紅色的多藍色的少 可是從2019年到現在 明明就實有牛市實有熊市 我覺得傳統金融的Leverage Funds 之所以Shorts總是比Loans多 是因為很多人透過這種方式 是用來對沖自己現貨的風險 也就是說這些人他們手上只有比特幣 但他又擔心說比特幣在短期之內 有大幅的波動會虧損 於是他就在期貨市場卷著做空 這個是為什麼在傳統金融的期貨市場 歷史上無論比特幣市場是跌 他們的做空不會都比較高 因此你在這個時候拿出來說 傳統金融都在做空 所以這一波下跌 可能會需要更多的理由才能說服我 好緊接著進入我們的本週前站的單元 那第一個我們要關注的當然就是 比特幣以太幣會不會繼續跌 首先回應上禮拜很多人認為 比特幣下殺的原因 很多人感到恐慌的一個消息是 SEC宣布比特幣限為ETF要到2024年才實現 其實當我看到這個新聞說社群開始恐慌的時候 我非常的不解 因為從來就沒有一個來自官方或者是華爾街的消息說 SEC將在這兩個禮拜批准貝萊德的ETF 就算有也都是一很街邊相應的小新聞 比較大的新聞是誰 是我們上個禮拜周報有講過的說 貝萊德似乎釋出了一個內線 最快4到6月之後 SEC才會批准貝萊德的ETF 現在8月底你算一下4個月之後 90、11、12 6個月之後就是明年2月 那不是跟SEC現在說話是一樣的概念嗎 只不過就是反過來說吧 一個是說我們從現在數4到6個月它就會通過 一個是說我們從現在數呢這一年不會通過 但其實它講的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就是明明就是講同樣的事情 新聞媒體總是能夠用不一樣的方式的論述 並且要培養自己能夠獨立思考的想法 才不會說現在好像就很恐慌了 所以就被甩下車 沒有 比特幣的ETF應該會被通過的機率 依然是高的 而且沒有下降 另一個呢就是如果你去看數據的話 你會發現以太幣跟比特幣算同時的大幅下跌 但它隨即往上漲了一波 以太幣在這波跌的是比比特幣少的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為 SEC似乎決定要讓以太幣的期貨ETF通過 那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以太幣也是立刻就推漲了11% 那非常厲害的一個新聞 還有另一個利好的消息就是 歐洲已經推出了第一個比特幣限貨ETF 雖然說這件事情沒有直接造成比特幣地價的上漲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最被低估的好消息 因為它給了美國一個借鑒的標準 美國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大市場有比特幣限貨ETF 所以當然就會緊張 並且沒有人有那個正當性說 你看世界上的其他強國其他的先進西歐國家已經做了 在歐洲做這件事情之前 那些反對派總是能夠說 我們沒有必要冒險第一個做這件事情 但是一旦歐洲做過這件事情 如果他們表現得不錯 這邊說的表現得不錯 不是指說比特幣有沒有因此漲 而是提供這些服務的人 他們有沒有可能從這邊賺到錢 那美國比特幣ETF通過的機會也就更高了 那分析師當然也表示 一旦先為比特幣ETF闖過的話 比特幣上漲的程度就非常的難以預期 這個詳細的資訊我們之前的影片都拍過了 我這邊也就不多講了 那第二個關注的焦點呢 我個人大家可能如果看我影片了解我 我其實不是太一個撸毛的畢軒人 但是這個新聞引起到我關注 加密寒冬夏的PWA 撸毛工作室或贏來倒閉潮 其實主要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 之前撸毛賺太多了 所以大家所有人都開始組工作室 開始瘋狂的用一大堆地址去撸毛 那嗆毛當然就知道了 很多的鏈上的交互其實都不是真實的用戶 而是工作室的那些人 這也導致了撸毛越來越捲 小工作室捲不過大工作室 撸毛正從低成本高收益 轉成高成本低收益 甚至高成本副收益 這個直接讓我想到的就是所謂的礦工投降期 當比特幣的價格跌到一個程度 很多小礦工的礦場會被迫short down 因為他們已經不敷成本了 那當這件事情發生 俗稱礦工投降期 通常就是比特幣要上去的時候 因為它已經跌到已經把一些 在市場上比較沒有競爭力的礦工淘汰掉了 剩下的就是比特上場了 那這個我也覺得有點別人恐慌 我就有點開始想貪婪起來了 如果說大家現在已經開始減少撸毛 或者甚至大幅的減少撸毛 那其實這個意味著 撸毛這件事情 會再從高成本變成低成本 那相當為了吸引用戶 還是只能用空手的方式的話 那其實撸毛這件事情 有可能會再有一個轉折的可能性出現 僅供參考 因為現在撸毛確實很多人都是被反撸 那如果說要撸誰呢 這幾個禮拜一直都在關注的 其實是這個BASE 就是Coinbase的Layer2鏈 叫做BASE鏈 那這個禮拜它最紅的項目是 Friend.tech 那它被描述說是一個 Web3人口買賣平台 該產品與Twitter強制綁定 他們以此來獲得 用戶Web2的社交身份 那目前是非常神秘啊 所以有幸運的朋友可以關注一下這個 當然不代表說 如果它的BASE出來你就要買 因為像漫物的創辦人 余璇這邊就有提示說 Friend.tech是典型的跑得快模式 越早買入越晚賣出獲率越高 這種玩法的熱度恐怕難以持久 所以大家還是要謹慎為上 下一個關注的是兩個幣 分別是PolkaDot 或者說Kusama 以及比特幣現金BCH 這兩個幣有什麼消息出現呢 就是Tether現在停止在上面發USDT了 Tether其實停止了三條鏈 一個是OmniLayer BCH 以及Kusama 那我們都知道OmniLayer其實是比特幣 本來就沒有用比特幣鏈在傳Tether 所以沒有差 但是比特幣現金上面熟了USDT的生態 Kusama上面熟了USDT的生態 其實很明顯是會對他們兩個想要做成一個生態系來說 比較重的打擊 所以如果持有BCH DOT 或者是KSM的朋友 可能要關注一下 那下一個關注的當然就是這禮拜 以及下禮拜有什麼幣有可能會大額解鎖 我們只要大額解鎖 可能會有拋壓 如果你持有這個幣 它有可能會有下跌的風險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是8月26號 Avalanche這個AVAXB 所以在這一天解鎖2.77% 高達1億美元的AVAX 所以只有這個幣的要關注一下 以及DYDX在8月29號的時候會解鎖3.7% 也是高達1億2000萬的DYDX會被解鎖 有可能會在市場上賣掉 這個賣壓有可能會提前出現 所以持幣者不妨注意一下 然後另外呢 這個禮拜天 我們跟OKX辦了一個小小的限量聚會 那天蠻好玩的 但很可惜 這次因為場地的關係 我們只能邀請的就是一些VIP的用戶跟群友 那之後呢 畢竟熊市的市場 大家可能會更希望有一些 線下聚會交流的機會 我們有機會就會多辦這樣的活動 可以密切寬註一下我們的IG粉專 或是直接到我們LINE群裡面 就比較不會錯過這些 可以第一時間跟項目房或者是交易所 直接問他們為什麼插針等等的問題的機會 好以上就是這個禮拜週報的全部內容 你覺得導致上週五比特幣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中 哪一個是最嚴重的呢? 你覺得市場反應過度了嗎? 還是說這可能只是經濟危機的前兆而已 有更危險的事情幾樣發生 可以在底下留言區跟大家分享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這部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可以幫我按讚這個影片分享給有興趣的朋友 用我的頻道 讓Youtube演算法之後 想看加密貨幣的內容 所以比特幣就會長 有任何問題都會在底下留言區留言我 那這樣啦 我是腦哥 我們下期再見 Peace 我們在Web3社群看到的 就像密貨幣說的 它是現有的人類各種各樣治理方式的一個 在鏈上的一個Fork Fork是這樣的 副科 哈哈 而且 下次來登場 登場 哈哈哈